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反而开第一走高 收了下引线的一个K棒 代表说大家市场上还是在看整个产业 尤其在记忆体的部分 看来还是报价的一个未来的走势 来去决定这些个股的一个应该算是前景如何 目前法人还是站在买超的一方 那顺着我们过去谈到的毕竟7月8月中以前 我们还是看一些财报的表现为主 在今天以软板族群这一块算是最整齐的 因为台郡到这个上游的同波基板的连茂 公布出来的第二季的一个财务数字状况都不错 所以在今天两家公司都分别了工上涨停 好像连茂甚至又再创下了波段新高 台郡的一个走高也是反映不管在下半年 苹果的一些拉货 甚至我觉得更重要市场在看 未来5G端市场的一个布局 原则上应该都是蛮正面的 所以今天台郡的走高 你看上游的这个台虹新阳科 今天都是同步跟着台郡的一个上涨带动之下 转强带攻 尤其K线的形态可以看一下 昨天的新阳科算是收了一根比较长的实体黑K 不过今天已经有机会去把昨天的黑K高 有机会做克服 这个是尾盘最后这段时间可以去关注的 那刚刚聊到散热的这个算是昨天带领下沙的这个指标股旗 今天有初步的质问 因为目前有机会往平盘附近做靠拢 但是我们最主要是可以看到 像是泰塑操纵 其他昨天被拖累的散热股 今天都出现了回稳转强 代表说市场上的这个有慢慢恢复理性 因为昨天其实融资也减了十几亿 我觉得市场上多多少少有一点比较恐慌性的卖压 我们可以发现到泰塑昨天也是带量的黑K 不过今天这一根红棒也有机会越过昨天的黑K高 这个其实从技术面的形态我们就可以解读 原先昨天大家比较担忧的这个转空 甚至有些个股出现一些比较转弱味道疑虑的个股 有些都化解了 当然有一些可能它还做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整理 像美食的部分 这个昨天的地空打到跌停 今天跳空再跌 那原则上形态上它比较弱的情况之下 那这样回撤的个股 我还会建议投资就是先观望 不用急 那回到基本面的一个关键点 其实昨天美国公布出来的财报 其实大家都在看苹果 那苹果我们昨天跟各位谈到 其实穿戴装置的成长性 还是我们所看好的 应该是比较乐观的部分 所以目前从苹果的财报也看得出 这个现象也支撑我们昨天所跟投资人聊到的 所以我昨天大概举例一些穿戴装置的个股 像是6217的中探针 其实中探针今天早盘还蛮强的 就是差一点点要供到涨停半 但是今天的一个市场的卖压 好像稍微重了一点 因为中探针在除完全息之后 还原全息来看的话 应该已经创了波段性高了 所以今天冲到39.2的时候 有些获利的卖压出炉 不过原则上还没有到 这个所谓的一个转空的疑虑 因为毕竟今天回撤来看 其他的均线纠结处还在下面 这还有一定的一个保护 那另外做维基电麦克风的预态 甚至像是6558的性能高 这就是我们昨天谈到在穿戴装置领域当中 布局比较深的个股 当然更关键的 我觉得在中长多的 还是在我们过去聊到的 工研院主5G的国家队之后 一些指标性的个股 慢慢得到市场上的注目 像正文的部分 在前一波创高28.35之后 连续四天的压回 不过刚好就回撤月线之后 见到初步的指纹红K 3380的明太 这个价量结构还是很强 昨天它还能创波段高 今天测了五日线 也收了下影线 外资持续站在买方 另外在这个伺服器板的部分 2376的技嘉 也是这一次唯一入选的 这个PCB的相关个股 那这几天当然外资 比较偏空做调节之际 技嘉顺势做压回 不过这个压回的一个 幅度上来说 已经来到一个相对低档支撑区 甚至年限附近 甚至下档警线 大约在这个46.5元这个关卡 应该有机会见到一定的支撑力量 毕竟以技嘉来看 下半年在这个AMD跟NVIDIA的 一个推出新品的带动之下 甚至Intel伺服器平台的一个部分 整体的出货应该是有机会 比上半年大幅度的增加 而且更关键就是刚刚谈到的 在这些低档股当中 会吸引一些市场的资金 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些卡位 因为毕竟在最近这里面 可以看到一些高档股 整个震荡政府是比较剧烈 那类似刚刚谈到 刚转强的这个基地台 领主界的正文明态 其实位阶都不高 那伺服器版的像是2376的技嘉 刚刚也看到了 技术面是回测到这个年限支撑区了 已经来到相对的一个低档区 原则上在这个地方 股价应该有一定的支撑力道 去推升后续性的反弹 所以到这个明天就是8月了 在7月份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其实在7月份除全息的行情 原则上表现都不错 一些指标性的个股 我们过去都有追踪到 其实这一次除息 很多可以快速填息 甚至是过了5天 甚至10个交易制就填息了 那来到8月份 我觉得在我们过去聊到一些 算是产业能见度高的这些个股 在除全息之际 应该也会有不错的表现 OK 所以看到今天这个尾盘的一个关键变化 对投资者来说这个7月份 31号那尤其是7月份的确也蛮特殊的 集团体支扣的一个变化 那您觉得8月份应该如何来迎战呢 好 其实在当然明天的凌晨 就是FED会公布利率决策 我觉得这个比较算是不确定的因素 好 当它确定之后 因为大家在讨论到底是这样一码两码 当它确认之后 我觉得这个在FED的利率决策 干扰因素可以降低 那当然中美贸易的谈判 原则上是只会变得更好 应该是不会太坏 所以就8月的行情 我认为还是可以顺着我们过去所谈到 甚至这几天盘面架构 动的都是什么 业绩好的股票 所以我还是建议投资人 回归到基本面 找寻一些这些成长性的个股做布局 好 非常感谢这个 我们电竞王子 跟我们进电话的联系